我們也先感謝今天到場的三個在野黨黨團 那麼依照回復的順序 那我們就優先邀請民眾黨黨團總召 邱總長發言 好 謝謝我們館長跟黃國章老師 還有各黨的代表以及現場各位媒體 我想居住要正義 司法要改革 是我們7.6上凱道給大家的一個承諾 民進黨執政了8年 全面執政 全面負責 但是我們看到 他在7.6之前推出了所謂囤房稅2.0 但是相關的內容 成如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根本就是在打假球 我們知道 其實現在 高房價的問題 造成的是青年世代對未來的沒有希望 我常常說 青年世部一沒有 哪世部 結不了婚 買不了房 存不了錢 找不到好的工作 對未來沒有希望 這些都是高房價 造成的一個社會分配的一個問題 變成大家一個窮忙族 我們對不起我們的這個年輕世代 那對於中央立法帶動的部分 民進黨這一屆在國會有60幾席的立法委員 行政院全面執政 可以看得出來 只有他們不想通過的法案 沒有通過不了的法案 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他們居然沒有派員到場出席 我們感到非常的遺憾 所以我想居住正義的問題 包含相關稅制的改革 租屋的補貼 甚至是黑市的問題 還有社會住宅的一個新建 民進黨的居住正義三支建 講得正天響 講得非常漂亮 但是八年了 射到哪裡去 把我們這些年輕人都射到躺平了 這三支建都射到太平洋去了 這個就是現在的一個狀況 為了選舉再來推出一個 這個所謂打假球的相關的版本 然後說尊重各黨團 但是到了國會就是全面的碾壓 多數的暴力 直接甚至於不排審 來去做相關的一個碾壓 在野黨的力量需要大家民意一起的支撐 所以民眾黨 我們在禮拜二的黨團會議 也正式來去提案 我們也會來去做這個中央所謂囤房特別稅 也就是全國空屋稅的條例的研議 也會作為我們這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在相關政策行政院 不管說是租屋補貼 還是說社會住宅的一個進度 我們也都會加強的監督 在預算會期有限的審查的一個期限之內 我們也會針對不同的預算提案 包含主決議 這個還有預算刪除 以及相關的凍結案 來要求相關行政政策的一個督導跟前進 對於修法的部分 我們會把相關的這個全國空屋稅的一個條例 中央的部分 來去做一個修法的研理跟一個推動 我們知道這個房屋稅 這個屬於是地方政府的一個稅收 其實民進黨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全面執政做的就是互踢皮球的工作 不管是從高端的疫苗到最近這個超濕蛋的一個問題 不是推給地方政府 就是推給廠商 不然就是大家互相推給在野黨 互相踢皮球 那我想居住正義跟司法正義 現在是全民最大的共識 我們不希望都要我們上街頭 你才要來去用半桶水的回應名義 我們希望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 政治的核心在於執行力 我們在這個會期一定全力強力監督 全力來去推動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邱成元總召喔 暖心中 maple 反申 倉 好